Hello大家,欢迎回到的频道,我是童童 最近呢,有新入了很多非常好看的时尚单品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就是一个大型的秋冬购物分享 让我们拿好瓜子,零食,赶快开始吧 首先和你们分享一下我身上这一件前两天新买的 这一件是我和我妈在看Acne Studio的时候都很喜欢的一件 这一整件衣服就很像Marjella那种解构的概念 本来是一件普普通通的Polo衫 但是它拼接上了很多这种纱的材质 然后它也是这种超级oversize的感觉 袖子巨长 但是它又有纱这种微微透露的感觉 所以就有一点点的小心感 就中和了Polo衫那种死板的感觉 然后整件衣服呢又有很多这种绳子可以自己随意的搭接 而且这些绳子走路的时候就会晃来晃去 让整件衣服看起来很灵动 这种衣服呢就属于两极分化很严重 喜欢的人呢就觉得哇好酷好喜欢 但是不喜欢的人呢就看不懂 就觉得什么东西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们是什么感觉 但这个颜色其实对我们亚洲人的肤色并不是很友好 这件衣服秋冬天穿还是挺冷的 我昨天已经穿出去过了 然后我外面还搭了一件羊毛的外套就刚刚好 因为它这个沙的部分特别的透风嘛 风一吹就感觉没穿衣服真空了一样 而且这件也是一个无性别的概念 男女都可以穿 下身呢我就搭配了又衣裤优系列的这条裙子 这样就非常的有层次感了 然后再穿一双这种非常厚底的sneakers 因为这件是一个非常oversize的这种感觉嘛 所以需要一个厚底的sneakers 来给我们的身高提一提 不然的话整个人的重心太往下坠了 非常的显爱 像这种衣服我觉得大家还可以自己DIY 然后把自己的旧卫衣旧波罗衫拿出来 然后把它和这种纱网缝在一起 你就得到了一件新衣服 现在upcycle这个概念非常的流行啊 就可以把一些旧衣服都利用起来 也是一个非常环保 然后可以彰显自己个性的概念 动手能力强的小伙伴可以赶快做起来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一条裙子呢 也是一个upcycle 然后拼接的概念 登登就是这一条拼接牛仔裙 这条裙子是我找到的Bella同款 虽然Bella那条比较短一点 然后这条比较长一点 我觉得像这条长的更加适合我们这种小腿粗的人 这一条我买的是small size 然后它是属于一个低腰的版型 但我觉得如果不想穿低腰的小伙伴 就可以买一个XS 因为它还是挺宽松的 XS呢就可以穿得高腰一点 就没有那么显腿短 这一条的后面呢 是有这样子开叉的设计 就走路的时候就可以露出后面腿的线条 我觉得就从背面看还挺好看的 因为Bella那条是vintage的 我们也买不到嘛 所以这一条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替代品 它也是做成了这种很vintage泛红做旧的感觉 整条牛仔面料都还是比较柔软的 穿在身上还是比较舒服的 而且这一条的做工呢也还不错 像这种平街的地方 它也做着毛绒绒的感觉 我给这条牛仔裙 搭配的是这双gany的牛仔靴 这双靴子有三个颜色 一个棕色红色 还有这双黑白的 我最喜欢这个黑白的颜色了 这双靴子 它的这些外缝线啊 真的做得非常的精致 然后这里呢 就还有小爱心的细节 这两年我一直在找心仪的牛仔靴呢 但是看来看去都没有什么我特别喜欢 但这一双戳中了我的心疤 然后这双我已经穿出去过了 虽然它还是有一点硬疤 而且会有一点嫌我的小腿粗 因为它的靴筒就卡在了我小腿最粗的地方 所以我就在里面垫了增高鞋垫 脚背的地方呢也不会卡到 而且还可以显得小腿瘦一点 就是走路走久了 前面的脚掌会有点散通 我把我右脚的这个增高鞋垫拿出来了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左右脚的对比 甘尼这双牛仔靴有一点偏大 所以如果大家想买的话 可以如果小半码或者小一码都是可以的 左脚是有增高鞋垫 右脚是没有增高鞋垫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对比 膝盖的高度都不一样 会显得腿细很多呢 然后这双牛仔靴如果配裤子穿 是这样子的效果也挺好看的 但是我觉得光腿穿更好看一点 对我来说 然后这一双它在美国官网 要卖到700多块800的样子 但是呢我是海淘买的 我是在Massarisa买的 然后我看Harris价格也挺好的 大概就只要500多的样子 整整便宜了200多块钱 而且鞋码也都挺全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想买这款靴子的话 就可以去那些网站看看 我会把链接都放在视频下方的信息 然后号称是Gany牛仔靴品 T的这双Mango的牛仔靴 我也买回来了 想说对比看看 这一双的花色呢 我觉得就更像去年Gany的牛仔靴的花色 但是短款的 这双Mango的拿到手以后 我真的觉得一分价钱一分货 这双Gany的看起来真的精致太多了 这双它仔细看黑色皮质的部分 它还是有一点渐变色 有一点做旧的感觉 然后Mango这双的皮抹起来就 还挺有塑料感的 和这双抹起来真的质感非常的不一样 像Gany这双里面还做了这种很柔软的皮革 所以穿在脚上还是很舒服的 但像Mango这双里面的皮呢 就会有一点粗糙 然后有点可能会磨脚 磨到小腿的地方 然后这双Mango的里面呢 也是可以垫增高鞋垫的 脚背的地方不会很紧 给你们放了有增高鞋垫和没有增高鞋垫的对比 可以看出来右边有增高鞋垫的这边 明显小腿的肌肉都流畅了很多 同样也给你们看一下 左腿是有增高鞋垫 右腿是没有增高鞋垫的对比 这样子比较一目了然一点 然后再给你们对比Gany的牛仔靴 和Mango的牛仔靴上脚的效果 你们觉得哪一双更好看 哪一双显得腿更细一点呢 然后请你们告诉我 Mango的这双牛仔靴我到底要不要留呢 因为这两双的靴筒高度也不太一样 风格也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然后是Mango牛仔靴搭配裤子的效果 感觉有点奇怪不是很好看 现在腿好粗 然后同样是Mango 还入了一条这样子比较学院风的摆折裙 这条摆折裙还挺多细节的 首先它的面料是这种比较柔软 然后是远看好像是一个灰色 但是近看是一个格子的这种感觉 然后裙子两边呢 有这种比较偏黑色的金属扣 就丰富了整条裙子的细节 这条裙子它是前面有一块这样比较简单的 大面肌 然后两边是这种白折 然后整体的裙子是一个A字裙的版型 所以还挺适合梨形身材的 这条它真的价格很便宜 然后拿到手上的质感也还挺不错的 它的面料呢也是这种有点融融的感觉 还挺适合秋冬的 我觉得不管是冬天搭靴子或者秋天 还没有很冷的时候 搭一双乐服鞋都会很好看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一只小包包 看到这个小土星的logo 大家就肯定知道 这是一只来自Vivian Westwood的包包 我买的这一支是这个黑色银链条的口径包 然后它的皮质呢是这种荔枝皮的 比较不容易磨损 那其实不是一只真皮的包包 所以也没有那么娇贵吧 然后这一只包的容量啊 比我想象的大好多 看我里面都装了什么 一串钥匙 一个护手霜 一个钱包 这么大的钱包 一个洗手液 一个指口红 两只口红 还有一把小梳子 放进去以后 其实里面还有别的空间 可以放一些AirPods耳机什么的 是一个比较实用的包包 这只包我觉得手提 这会比肩背更好看 如果不喜欢这个链条的呢 就还可以把它拆掉 拆掉就是这样一个 非常简单的手提小口径包 但是我是更喜欢这个链条在上面的 然后如果不喜欢这个手提 也可以把这个手提的地方给拆掉 有点难拆我就不拆了 接下来想要大家分享的三件 是来自超模 辣妈 时尚博主 Elsa自己的品牌 也是他最近刚刚创立的品牌 Helsa 而且他的品牌理念呢 也是用可持续发展 非常环保的理念 衣服的版型 款式也都是很多经典款 经久不衰的这种 我就觉得特别好 大力支持 真的超级喜欢Elsa的穿搭 他天时的脸蛋 加上魔鬼的身材 然后他创立的同名品牌 设计也是深则我心 第一个想和大家分享一条长裙 但我觉得这条长裙 size稍微有点偏大 而且有点过于长 所以我就准备把它退掉 但我看Elsa自己穿这条长裙 也是一个非常长的长度 所以这条长裙 应该就是这么长的版型 但我觉得我没有那么长的腿 所以驾驭不了这条长裙 然后这条裙子 它的材质也可以看出来 它是由这种像是回收材料做成的 然后它整个版型 从前面看是非常细 收得非常窄的这种 但是后面又给你开了一个 非常长的开叉 这个开叉让你走路 既不会受到限制 然后从背后看 也可以露出腿部的线条 就非常的好看 然后入手的第二件 就是这一个妥色的羊绒大衣 还有45%的羊毛 所以整个保暖度还是很不错 这件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就觉得它很像Totime的那一件 但是Totime那件是把它腰带的部分做成了像围巾一样的感觉 但我更喜欢这件这样系腰带的设计 我觉得这样穿上 整个人是呈现一个X型 就显得腰细腿长 就比例会更好看一点 然后我很喜欢它这种宽宽大大的袖子 和它这一些白色的外缝线的细节 然后我买的size是XSS的 它也是一个非常oversize的感觉了 袖子已经非常的长 我觉得不怕冷的话 可以像我这样直接搭配长筒靴穿 Alsa自己它就是这么搭配的 我觉得这样穿就是最好看的 然后它这个版型呢 又是一个非常短款的浴袍式的大衣 搭靴子比较时髦一点 然后如果搭那种针织毛裤 或者毛线裙 走那种居家慵懒的路线也很好看 然后入的第三件呢 是这个超大阔型的白衬衫 这件白衬衫的料子 就是这种非常挺阔的这种感觉 所以稍微会有点显胖 然后它就是只有一个size的这种 它最特别的是它袖口的设计 它做成这种非常硬挺的 很长的这种袖口 就还挺有那种宫廷袖的感觉 然后这件衬衫因为超级大 超大的阔型 所以我就只能把它当外套穿 我看Elsa还有把它当成上衣 然后下面穿这种小裙子 但我觉得像下摆这么多的面料 塞到小裙子里面 会有点太骨太急了 就只能把它敞开当一个白大褂穿 我觉得像这样走路带风的感觉挺不错 然后像这个白衬衫 如果觉得太臃肿还可以系个腰带 我搭配这条腰带呢 是这种比较有装饰性 然后夸张的这种 然后最好呢 再把领子往后拉一点 露出一点肩颈的线条 这样才比较好看 然后我路逼肉的时候 走着走着 这个衬衫的袖子就掉下来了嘛 然后我发现这样掉下来 然后两边垂在那边 这个阔型也还挺好看的 就还挺有那种大裙摆的效果的 其实Elsa这个牌子 我还买了一条这样子的学院风的短裙 但这套裙子我是preorder的 还要到二月份才会给我送 所以等二月份我再来和你们分享吧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条 我在freepeople找到的 miu miu短裙的平替 这套裙子已经在上上个视频 衬衫的N加一种穿搭中出现过了 所以大家如果没有看的话 可以去可以点击这里去看一看 这期视频就让我详细的和你们聊聊 这条裙子 这条裙子我买的时候 它有好几个颜色 还有绿色的黑色的 但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坨色的 然后这条腰带呢 也是我单买的 搭配那种细部牛仔风的感觉 这条裙子虽然它是一个超短超短 然后又是低腰的这种感觉 但它其实里面是有一层裤子的 所以呢也不用担心走光的问题 像这种超短裙 如果里面没有做一层 这个裤子的话 真的很容易走光 像这一条就不用担心了 然后这一条的下面呢 也做了这种毛毛边的设计 和那条miu miu真的很像 但是miu miu的那套穿搭呢 里面还搭了一条miu miu的内裤 然后露出了一点小logo出来 但那要穿确实也不是很日常 我们日常穿 就直接穿一个白衬衫 就可以走没有没有那种学院风了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上期视频出现过的这件 非常可爱的毛衣 这件是Aritia的 然后它的面料超级的柔软舒服 放在身上一点都不会扎 然后我在店里一试我就爱上了 它这个毛衣的线呢 是粉色里面加入了这些白色的线 那毛衣看上去就是花花的这种感觉 就特别有那种草莓奶昔的感觉 有些是有草莓果粥的这种 我买这件是一个大号的 我在店里试了一下小号的 我觉得那个小号我穿起来太合身了 就没有那么好看 没有那么时髦 但是这一件大号我穿在身上就有一个 oversize的感觉 然后袖子呢也是用比较长一点的 看起来呢就不会那么拘紧 比较有松弛感 然后这个粉色呢也超级衬肤色的 就显得我整个人超级粉嫩可爱 然后它的领子呢也是这种宽宽大大的嘛 喜欢把它像这样子领子折进去穿 也会显得脖子细一点 然后头小一点 我看上期油衣库U系列的视频 大家反而种草了这件毛衣 所以赶快去买同款吧 然后这件我觉得直接搭一个牛仔裤 然后不管是把毛衣塞到牛仔裤里 还是布塞都会很好看 然后这件毛衣其实也没有很厚 所以还是很容易扎进裤子里的 我觉得日常穿 直接搭一个阔腿的牛仔裤 然后背一个帆布包 或者背一个像我这样子大号的牛角包 就超好看 很日常很休闲 很舒服的一套穿搭 我觉得像这种色彩鲜艳的粉色毛衣 就是秋冬必备 给沉闷的冬天增加了很多色彩 接下来同样是在Aretia入的呢 是这一件短款的衬衫 这件衬衫就相较于上上期和你们分享的衬衫的意义多穿的那一件 更加硬挺一点 这件我买是一个medium size 所以它会稍稍的有一点oversize 但也没有很夸张 我觉得我喜欢这种袖子比较长的感觉 这件衬衫我超级喜欢它侧面的线条 它侧面在腰的地方是比前面更短的 然后从侧面看是有一个向上凹的这种弧线 所以从侧面看就会显得腰超级细 然后从前面呢又不会露出小腹 所以这件短款的衬衫呢就很适合大部分人 然后这件的领子呢是这种尖尖的 我觉得如果外面再搭配西装或者开衫 然后露出这个尖尖的小领子 就相较于上期视频的那个方领的衬衫 这件呢就会更加有设计感一点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我在纽约的两场特卖会 淘到的宝贝们 首先给你们分享一个纽约的品牌KATE 我在他们家Sample Cell特卖会 以两折的价格淘到的三件单品 首先和你们分享这条超级美的纱裙 这条是一个半裙 我觉得都简直可以当婚纱来穿了 它真的超级重工的层层叠叠 接下来用的这个纱呀 也超级的柔软垂坠 然后下摆呢是前短后长 然后有一点微微往里包 像郁金香一样的这种感觉 这条我买到以后我就发了小红书 因为实在是太美了 然后那条笔记就爆了 每天睡醒我都看到久久家 没有关注我小红书的 可以浅浅关注一下 这一件原价要2200美金 我两折买到的大概就是440 实在是太值了 然后我上半身给它搭的是 优衣库和Jell Center的 PlusJ系列 那件丝制衬衫也是非常的飘逸 然后胸前有两个飘带的这种 我就觉得和它超级的搭 都是这种很飘逸的感觉 颜色也是这种奶油米白色 鞋子呢也搭配这双奶油色的 Marjilla Tabby 这一身真的是太温柔 太公主 太飘逸了 我现在这种破破烂烂的风格 形成鲜明的对比 那一套实在是太精致了 然后第二件呢是这个真皮的皮衣 这件皮衣的颜色和光泽感 哇实在是太美丽了 而且因为它是真皮的嘛 闻着还有那种皮革的香味 虽然我对皮革这种香味有一点晕车 这一件不管是版型 颜色 材质 面料 还有它扭扣都深得我心 狠狠的踩在我的心巴上 这件的原价要3200美金 我以两折640买到的 640买一件真皮的夹壳 买到就是赚到我的天哪 这一件它的领子呢是这种超级大翻领 所以显得整个头特别小 脸特别小 然后我买的这件是一个6码的 我想要稍微oversize一点 然后它是这种酒红色 然后七皮的材质 给你们仔细看看它这个皮革的材质 它这个皮是做成有一点褶皱的这种质感 然后在光线下 它折射出这个光泽就超级的有质感 然后它扣子的部分呢 也做的是这种超级圆润 很好盘的黑色的扣子 然后旁边还镶着金边 然后这件皮夹克还附带了一个 这个假毛的领子 但这个领子放在这个皮夹克上面 显得有点太爆发护了 我觉得 所以我就把这个领子拆了 但是冬天的话 有这个毛毛领 应该还比较保暖一点 所以冬天我可能会搭毛毛领穿吧 然后Kate我还入了一只这个小包包 我好喜欢这种拼色的小包包 它的手柄的地方是做这种黑色的皮革 这样拎起来手感就超级好 然后它是一个小羊皮的材质 所以摸着超级的柔软 闻着也有一股皮革 我想 而且这大小我觉得也还挺好的 你可以把它拿在手提 也可以把它当一个 Hobo包 而且它的容量也是比较大的 有点像 发棍包的那种感觉 而且这个颜色我觉得就很百搭 最后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Anina Bean的sample sale买到的几件单品 首先我买到了一件Anina Bean的T恤 是这种灰灰的颜色 然后它的面料是超级的薄 所以穿在身上还挺显瘦的 然后它上面写了一个Los Angeles LA 说实话我去Anina Bean的sample sale 想买纽约的T恤或者是尾衣 但是根本抢不到 整整排了三个小时 纽约人真的都太厉害了 太能排了 然后这一件它上面的图案是一个摩托车 就还挺酷的 然后它的图案是做成了这种旧旧的 有点磨花了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像这种印花T恤 就还挺百搭的 而且它面料也很舒服 虽然它是一件短袖T恤 但是秋冬叠穿 也就很不错的选择 下面呢直接给它搭配了一个 七星裤长度的牛仔裤 那条牛仔裤是TB的 我不知道现在它有没有卖了 然后下面搭配一双靴子 盖住我的小腿 藏起我这个身材的缺陷 然后因为它这个T恤的面料 是这种非常柔软 而且很薄的这种 所以呢不管是扎在裤子里 还是你像这样子随意的打一个结 都很轻松很方便 然后冬天再冷一点 还可以搭配我那一件酒红色的PE 然后是这一条 Ninna Bean的运动背心 前面有一个它超可爱的 这个AB的小logo 然后整一件面料呢 是这种有弹性的运动衣的面料 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件 白色勾边的这个细节 而且穿在身上超级的显瘦 而且因为它这个领口是 遮住我斜方肌的这个位置嘛 所以也很修饰我的斜方肌 因为它是这种比较紧身的款式嘛 所以下妆就搭配的比较宽松 搭配了这个Margela的刀割裤 整体看起来呢 就是一个简约 但不简单的感觉 然后秋天冷一点 就可以搭配这样 oversize的衬衫 就是一个非常日常通勤的搭配 而且它也不是像 普通的运动bra的 超级短嘛 还是下摆坐的有一点长 然后能盖住我胃和肋骨的 像我有一点肋骨外翻 它也可以遮得很好 最后想和你们吐槽这一双鞋子 这双鞋子我真的后悔 我没有试它 因为那天去SampleCell 我穿了一双靴子 我就说懒得试鞋了 就直接买了吧 我这一双它这个魔术贴 超级的不牢 就很不碾 然后你走着走着 脚走了鞋留在原地 可能会把脚背这边 魔术贴的地方缝一缝吧 反正也是一双拖鞋 只要调整好 它这个脚背的高度就可以了 我有别的朋友买的这双鞋 并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我打愿种 买到了残刺饼 它穿上真的还是很舒服的 上面脚背也是软软的 下面鞋底也是软软的 也像这样两个一字带也很百搭 然后鞋带 这边有一个金属的 Anita Bean的小logo 这个logo做的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还挺喜欢的 OK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虽然我买的有一些单品 不太适合秋冬 但是呢就是想和你们分享 如果大家没有关注我的小红书 Instagram 都可以去关注一下的 我买的什么东西 如果特别喜欢 我就直接会发在story 或者小红书上 大家可以更快的了解到 我都买了一些什么好东西 不用等到我视频拍完 剪完发出来 想买的东西都已经断货啊 或者是下架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